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与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书名就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 书名叫回家 很多人问我说回家这两个字到底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动 每天工作完不就是回家吗 或者是每一天你带了一身的疲累 或者是你做了很多事情 家终究是一个是你要回去的地方 但事实上我想这么讲下来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比如说假设你在外头工作已经很多年了 或者是你始终对于你的家没有一个深刻的认同 或者是你连家的定义 都不知道怎么样明确定义它 当我们在媒体 在电视 或者在很多的管道 似乎看到一种所谓完美家庭的典型 而自己回观自己的父亲 母亲回观自己的家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 我想每一个人对于回家这两个字 应该都会有很复杂的情绪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情绪 我想我身为一个主持人 今天带来的这本书 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去理解 家对我们的重要 而且呢 我们真的应该要回家了 所以呢 这本书其实是由早安财经出版 两位共同作者 赖佩霞跟郭真林 那么赖佩霞老师 我想多数的朋友 尤其如果你长期收听我的节目的话 应该不会太陌生 因为我介绍过很多关于心灵成长的一个书籍 那么今天很开心哦 就邀请到赖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接受凯宇的访问 赖老师你好 凯宇你好 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大家好 赖老师这本书叫做回家 在讲故事内容之前哦 我一直有一个很俏皮的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 其实我必须讲哦 这样类型的书 跟这样的出版社早安财经文化 我觉得刚开始是一种很奇怪的组合 对 那我后来看到后面 当然你有说 这是一个还算蛮美丽的邂构 嗯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这个书为什么会在早安财经 这样子出现呢 嗯 我很早以前 我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就开始接触身心灵 心理学这个领域 那这一路来 我当我回顾的时候 当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就 我就 我几乎就已经有点退隐了 嗯 退隐这段时间在干嘛 退隐这段时间 很有趣 因为我以前不太爱念书 嗯 因为很早的时候就出道了 那退隐以后女儿念书 与其逼着她念 我后来我就决定说 我再也不逼她了 嗯 我就自己念 所以这一路来 就是观众朋友没有看到 我的这段时间 其实我一直都在念书 那除了心理学这个方面 刚开始是为了只是 想要去支持监狱里面的人 是 再来就是为了自己 希望能够探索生命的领域 嗯 然后到最后我跑去念 这个我的博士 正在念的是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 对 现在正在念 对 进行试 是 所以我硕士也是念的是国际关系 所以我对于心灵这个领域 我的看法可能跟有一些人 只是待在身心灵这个领域的人 可能不太一样 嗯 像我也会很关心 国际上的这些公司 这些好的公司 好的机构 他们怎么样在帮助他们的员工 嗯 包括在美国的几个大的公司 是finance的 嗯 像花旗银行啊什么 他们这个高阶主管 越是顶级的主管 他们越一定会帮他们安排一些counselor 嗯 就是呃 因为他们的确要面对的压力 不只是公司 员工 还有家庭 很多很多 那这 这一类是公司一定会 嗯 会帮忙他们的 嗯 那所以我 当我在看身心灵这个领域的时候 可能跟一般人的观点不太一样 不是只是 走公廟 不是只是到教会里面去 不是这一个 也不会只是说 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 我跟我太太的关系 我跟我父母亲的关系 反而我到最后再看念国际关系 一直到说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 到底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我跟人的关系是什么 我跟老天爷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看起来很冰冷的国际关系 但是事实上 在后面我有很大的一个 对人的关怀的 嗯 那个希望这个地球 is a better place 那样子的角度 所以我在这个每天早上 我送我女儿上学的时候 我都会听飞碟电台的 嗯 特别是沈云聪 嗯 他跟唐湘龙 他们在谈的这个国际事务 那这个节目我就是 我 我其他的节目可以错过 这个节目我就觉得 我就是很喜欢听 嗯 所以当我们这本书写好的时候 另外一位作者 也就是 郭真林 因为 呃 在跟 呃 这个杂志 出版社接触都是由他 那因为我 这一部分我不懂 嗯 所以他就 跟几家 出版社联系之后 他就问我说 你还有没有谁 你想要接触的 我就 嘴巴就冒出 沈云聪 嗯 嗯 那 他就嘴巴张好大 他说 你为什么会想到他 我说我不喜欢 不知道 我就是很喜欢他 我觉得他有高度 对 对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 我 我觉得 我很幸运的是 我一路走来 虽然不是 一个 看起来 家喻户晓的人 嗯 但是我一直 我觉得在某一个方面来讲 从我最早 出道 我觉得我一直走在某一个前端 嗯 因为我不喜欢去重复做一件事情 嗯 从我最早的时候 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艺人到监狱里面去 嗯 没有 我那时候才大概二十出头 对 根本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喜欢 然后那时候 包括跟弱势团体 这些都不是商业的主流 是 包括后来 演艺人员去走心理学这件事情 甚至于再回去学校再去念书 嗯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 反看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 我 我就是 我比较不会 跟着大家去做 嗯 然后到现在 大家已经开始对身心灵这个 感兴趣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走了二三十年 是 但是没有人会晓得 因为那段时间 我都是 呃 非常退隐的 在扮演妈妈 是 然后跟念书 是 那也就是这两年 因为呃 孩子大了 嗯 我可以开始去跟别人分享 于是就有很多 包括我现在呃 担任魅力杂志的发行人 嗯 然后出这本书 然后之前我还翻译了一本 失落的幸福经典 嗯 那本书 失落的幸福经典 我知道 对 所以 所以这些就是 为什么会 促成我跟沈云聪 早安财经出这本书 比较概略的说法 那有很多比较 呃 精神层面的 啊 看书就知道了 嗯 对 其实赖老师提到这个 让我一直想到一句话 叫做呢 人不是活在真空当中 嗯 就算我们去追求 所谓的内在 心灵的领域 而它 绝对也不是一个真空的世界 内在的世界 它一定是只设于他人 只要我们此生还为人 还是为凡胎肉身 那么呢 我们绝对 所谓追求 所谓追求超越之道 绝对不是把自己 关在深山里面 嗯 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 纯然跟无设于他人的环境 我想换一种说法 这样的说法 可能我觉得会更紧密一点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细胞 嗯 我是一个细胞 嗯 我们身边周围的人 都是细胞 嗯 但是那个细胞 是在谁的身上 哦 好 那我们 有一些人用的语言就是 你可以说那个是存在 是 你可以说那个是 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体 嗯 你也可以说它是神 嗯 可以用你的文字去说 但是 我觉得当我们在讲说 到最后的那个 和一和谐是什么 嗯 其实是到达那种状态就是 我跟你我们是一体的 嗯 我们甚至于跟整个空间 树木花草都是一体的 嗯 但它它是那么的艺术 嗯 它真的是 必须要是用 非常艺术的像诗一样的 这种思维 它绝对不是一种 诱脑 诱脑思考出来的 是 它是一种 左脑的一种氛围 所以 你还真的是需要 有一点慧根 嗯 你才能够去悟到这些 嗯 其实我刚才 这么说 有一个背后的一个想法 就是 在我自己 不管学习心理学 还是做很多身心灵书籍的访问 包含自己的体验里面 其实真的有一个情境 让我蛮害怕的 这个情境就是呢 很多人 因为在世俗生命里面 遇到了一些挫折 不管在工作上 自我认同上 家庭里 各方面 然后呢 它追求身心灵的道路 它似乎让我看见一件事情 是让我觉得很恐惧的 就是 它原本可能信仰的是 世俗的价值 而转而去信仰 另外一个 它觉得可以依靠的地方 可是就本质上面来说 它还是没有去面对 它自己的问题 对 对不对 对 很容易会这样 因为面对问题太痛了 我们一辈子的 就是想要成为更好的 不是吗 对 如果说你的父母亲 我假设 如果说你的父母亲 很多的人是这样 父母亲的 出身不是太高的话 我们甚至于都不想去做 那个连结 我们就觉得说 有几个人真的可以 很坦荡的 完全接纳 不管你父母亲 做过的任何 让你荣耀 跟让你羞愧的事 是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只想要去看那个 好像别人可以praise的 别人会赞赏的 那那个不赞赏的 我们就一直把它隐藏起来 对 但是那个隐藏久的 真的都会生病 对 所以在回家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我 我 我愿意 把我自己的不堪 摊开来 摊开来之后 是希望说 朋友你会看到 其实你 你自己认为的那些不堪 可能真的 小事一桩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说 每一个人都隐藏起来 所以你就会觉得 好像我特别悲惨 对 甚至于有一些人说 我是小三生的 我是爸爸外面的女人生的 然后就一辈子就觉得 非常的自卑 是 其实 这种事情好多 非婚生子女 或者是 是其他的因素的 或者是 爸爸 就算你是大老婆生的 然后这个爸爸 可能在外面还有别的 别的 如果说还有别的家事 然后再加上说 之前的那个年代 整个社会的动荡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觉得好羞愧不无为外人道 其实大家都同样 那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面对它之后 你才能够释怀 才不会继续对父母亲 拥有那么大的怨对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认知到我们的父母亲 他是个普通人 我们一直用一个好高的标准 在检视我们的父母亲 那检视的结果 其实我们自己都受伤 因为我们对父母亲的苛责的部分 其实很多部分都是 我们自己都做不来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在 你刚刚在提到 这个 很多的人 因为在世俗上 很有可能在世俗上 两种人 一种在世俗的世界里面 不成功 所以他躲到所谓的心灵去 然后他就气俗 视这个世俗为婢侣 那另外一种的就是 真的他有了钱之后 他看到了所有世人要追求的那些 他也去追求了 到最后他追求了这些之后 他觉得他还是不快乐 我常会用另外一种比喻讲 就是没有钱的人 坦白讲比较幸福 因为他以为 他有了钱 他什么就可以都拥有了 他还有个盼望在 对 但是真正很恐惧的是 那些真的有钱人 当他有了钱 然后看起来好像家庭也算可以 但是他还是不快乐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两种都是会走入身心灵的 在早期 但是我觉得现在透过书籍也好 透过像你这样子开始这样的主持人 我们开始把心理学这个教育当作是生活教育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以前当我们在谈心理学精神医学的时候 那都是有病的人 就是生病的人才会去看心理医生 才会去看精神科医生 所以我们健康的人就不能够去涉猎 涉足那个 但是事实上某个程度讲起来 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家都生病了 大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深深浅浅的病 这个病就是我们一味的去追求 那个我们没有得到的 然后都忽略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这个病坦白讲还蛮严重 而且他好可惜 所以每一个人都像个过路人一样 包括你的亲人 包括你的spouse 你的爱侣 都像个陌生人 因为他们觉得共同更重要的是创造财富 那等你创造到你要的那个财富 很有可能都你60岁70岁了 所以孩子也在一个感觉 看不到父母的环境当中长大 孩子也是被这样父母亲复制 所以孩子在亲密关系也都有问题 再加上现在你看到 以往还可以因为家庭的观念 重视家庭观念 还硬把大家绑在一块 是 他还有个社会氛围的压力 对 现在没有 现在大家都开始要受了这个 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影响 这些教育之后 每一个人都想要做自己 然后做自己又不懂得沟通 所以做自己的同时就变得很孤单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们现在2013年 我觉得我们 我们要跨越以往那些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你我的责任 还有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 我相信我们都渴望 能够是成为你那个家族 终结这个孤单跟寂寞跟断层的那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望 那我也就是基于那样子的渴望 才会愿意走进去看那个那么不堪的自己 后来走进去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我比很多人都好很多了 很多人有爸爸妈妈 其实不见得他知道什么叫幸福跟快乐 没错 没错 其实我在这一阵子 我接触到家族家庭系统排列 我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在里面学到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就是其实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个状况跟问题 自己必须负起责任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愿意给出你的爱 你才能够把你的家庭的结构跟动力 慢慢的去完整 所以呢其实有时候 这其实是蛮冲击我的 给出给出我们的爱 这个基本上在这个concept上面 就已经很困难 很多的人在这方面受苦 因为因为当我充满了负面念头的时候 你要我给出什么 是 你告诉我 那他会更挫败 就是所有的全天下都说要爱爸爸 爱妈妈 然后我就是充满了恨 那我更无力 所以这真的是需要很细心的一步一步 所以在对我来说 我自己在带我的学生的时候 我还不会那么快速的告诉他 你要爱你的爸爸妈妈 因为那个不是由我来决定 而且坦白讲 如果你真的进入到故事 包括因为我早期我在监狱里面 去辅导过这些年轻人 我知道有很多的人 你要他去爱他的父母亲 情何以堪 因为把他推入火坑的就是父母亲 你要他 你要他怎么爱 对 所以对我来说 比较简单的 会更容易一点点的方式 就是敬重他们 所谓的敬重 就是说 我今天拉贝侠可以坐在这里 很简单 我可以坐在这里面对凯语 面对所有的跟我说话的这些人 他很重要的两个人的成全 父亲跟母亲 他就算没有养过我一天 就算 就是把我生下来之后就把我给掉了 但是 单单把我生下来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就是生命当中最伟大的事情 如果我喜欢我的生命的话 如果我喜欢我的生命的话 这个之前的话 又有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因为很多的人 他根本就还停留在痛恨自己的这个阶段 一旦你痛恨了自己 你是看不到恩典的 你看不到爸爸妈妈的辛苦 爸爸妈妈的努力 你更看不到老天爷的美 所以当你喜欢了自己之后 你才 就是这整个的敬重 或者是说 谢谢父母亲把我带到世界上来 这件事情 其实本身就有很大的疗愈 然后一旦你接纳了你的父母亲 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后 你才有可能喜欢老天爷 否则的话 你就永远是恨老天爷 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这里面有好多好多要去细谈的 那也就是回家这本书 我希望能够 当然我们讲的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那里面有很多方法 跟我自己的故事 可以带着读者 他一步一步的回到他的原生家庭 我们这条路都不好走 有一些人更苦 那我的故事根本 坦白讲跟很多人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不管你的故事 你的家原生家庭多么难回去 我要说的是 你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除非你真的可以看到自己生命的珍贵 然后看到父母亲帮我们 他可能也不是他们自己的主张 但是我不可 他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好事 并不表示我就不用去谢谢他们 我谢谢我的父母亲 因为他们相遇把我生了下来 于是我有这个肉身 可以来服务我所爱的人 那我所爱的人就包括我的朋友 我的社会族群 我的国家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他很多美好的一面 但是如果我对我的父母亲 还带着很多的埋怨跟抱怨 还不喜欢老天爷的话 我看到的世界 都是污秽跟肮脏的 但是一旦我开始 看到了生命的美好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变了 他们都不需要变 因为我变了 这世界就变了 所以其实回家这本书 似乎我在文字里面看见的是 您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的生命 但是呢 我真的很想要问的就是 面对自己的生命 这几个字 说起来是如此的轻巧 但这做起来是 多么的 令人觉得恐惧 或者是根本没办法走进去 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 其实当我介绍了这本书 你一定会去 找赖老师的这本回家来看 或者是你现在 已经就正在那条路上 可是呢 往往我们在过程当中 就觉得好难 那个难 我先不要讲过程的难 吓唬大家好了 他有时候连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开始 那我很想问赖老师 就是说 你是怎么样 开始有那样的一个勇气 或者说那样的一个感动 真正正正的把自己原本的很多的情绪 也就我们俗称的阴影 负面的东西 去愿意 不是把它 拿掉好了 把它放在一边 真的愿意先去看 这一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去觉察 我觉得那个起点 对好多人来说好重要 对 我要说 这个挫折 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礼物 因为挫折 你才发现说 我有一些东西是不懂的 我有一些东西 那个自以为是的态度 其实是 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一直认为 对的东西 是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 并没有让我带来 更大的喜悦跟快乐 包括 这要讲到这个 就是说 当我恨那个人的时候 我讨厌那个人的时候 我这么 我认为我讨厌他是对的 你之所以会生气 就是因为 你固执己见 认为你讨厌他 你痛恨他是对的 那所以当我 当我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坚持的时候 然后事实上 你必须要有 另外一个更高的意识 看到说 其实我不喜欢 这样的自己 我恨别人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 一点好处都没有 自己也在受苦着 对 那我觉得最美的是 我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就愿意走进 那个固执的自己 执着的自己 那个自以为是的自己 愿意一丝一丝的 一层一层的 把那个傲慢拔掉 所以为什么宗教会讲说 那个自我 那个我执 其实真正最大的敌人 是那一个 因为他根本不想 去检视自己 他根本不想去 检讨自己 而通常我们的脑子 真的就是会 待在那个 我对他错上面 那就像我在TED上面的 TED TED的演讲上 你如果要成为对的 你很有可能 就会有冲突 那我就经常问自己 你要成为那个对的 还是和平的 那我觉得很美的是 我已经决定了 后面的那个答案 所以我愿意成为和平的 所以我觉得 老天爷给我的 任何的冲击 我都觉得很美 因为在那个冲击的背后 表示那个傲慢的自己 还在 那那个傲慢 其实如果对我来说 没有帮助的话 那我干嘛要留着它呢 其实有一个吊诡 就是有一些人 你问他 他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总是在愤怒 总是在指责 总是在痛恨 他说他不喜欢 但是他却没有改变 似乎某种程度上 如果距离拉远一点看他 他似乎还蛮习惯于 浸泡在那种状态 对 而且这个很重要的 在谈到了一个就是说 这个东西你很难 要让它改变 为什么 这也就是回家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在谈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就是这样 是 所以你要他 他被这样养大 对 你要他离开 父母亲的那种 意识的思维 你无非是要他 背叛他的家庭 是的 那是潜意识里面的运作 对 那那个背叛 其实对他来讲 会是相当大的恐惧 所以我觉得 身为自伤是 我没有资格 要别人觉醒 我没有资格 要把他拉开 远一点的地方来看 如果说这个人 他真的在那个愤怒当中 他也不想出来 其实基本上 我是不会把我的手伸出去 因为我觉得 那个背后 有他跟他家人的连结 很深的连结 但是我会观察这个 只要有朝一日 他向我招手的时候 我就会全力以赴的 想尽办法 当然可以用柔的啦 用各种方式 我就会支持他 往那个阳光的方向走 所以我想 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权力 也没有那个能力 可以把那个人拉出来 因为他里面深深代表是 他跟这个家庭系统的关系 其实很多人都陷入一种 弥赛亚情节 尤其是刚踏入身心灵的道路 总觉得自己本身 好像看到了人生 好像朋友没有看到的真相 这样子 然后要救别人 但事实上来说的话 就算是连救别人 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本质上都还蛮傲慢的 对 是 而且当一个溺水的人 他手没伸出来 你真的确定他想被救吗 对 那这个是我觉得凯宇 很棒的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已经比很多的人 清醒很多了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我想要跟凯宇分享 就是像我们在从事身心灵的 或者是换一种说法好了 在做资商师的人 基本上呢 他真正想救的是他的妈妈 哈哈哈哈 我想我们的听众 只要是你 跟我们同样背景 这时候你已经笑得很开心 对 对 因为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问题 是 是我们认为说 我们想要救我们的母亲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情节 去扩大到这个世界 那的确有很多的人 如果他有这个需求 我们彼此支持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资商师 我们真的没有比别人厉害 我们可能多了一些 understanding 多了一些背景 然后也因为自己的 自我的接纳 因此我们更能够接纳不同的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大家还有 就是有兴趣让自己更好的人 是 透过看看回家这本书 或者是 我们就一起朝着那个方向走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 他还坚持要在 那个痛苦当中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只能给予他祝福 是 那 但是 同样的关 关怀 那个眼睛看着他们 只要他们 愿意的时候 伸出那张手的时候 那我们 我们就赶快 这样子 把它捞起来 对对对对 然后成为我们自己的一群 我们一起来救我们的妈妈 对 其实我刚刚在听赖尔老师 在讲的时候 我一直在脑袋里面转的 就是你书中写到你的学习历程 其实似乎 就连我自己的一个很多的经验 觉得 就 你知道吗 我突然想到 我以前在 没有接触心理学这一块的时候 我曾经为了我的工作去学 比如说学谈判 学业务技巧等等的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都觉得自己学了一身功夫 然后呢 在学了这一身功夫之后 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去改变很多人 可是始终心中有一个骚动 叫做呢 我到底 比如说我学谈判 谈到后面 我到底在跟谁谈 我发现我永远不是在跟我对面那个人谈 我是在跟我心中认为对面的人谈 对 而我心中认为对面的那一个人 往往他又 当我真的愿意把眼睛揉一揉看清楚 他可能是我自己 他可能是我的父亲 可能是我的母亲 可能是我认为 在生命经验里 认为那个重要的人 然后他应该怎么样 他为什么不怎么样 他又怎么样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一直到后来 我才慢慢的真的走入 比如说考心理学的研究所 是一个入口 然后真的去面对 不断地去接触 其实我讲这个的就是说 很多朋友 当我很希望 当你接触到回家这本书的时候 它是你一个重要的入口 我刚刚在录音之前 就跟赖老师分享 就说似乎好像走上 自我觉察这个生命的道路 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复制的道路 对 它是一个每个人 都是独特的旅程 所以也就是说 我希望透过 我介绍赖老师这本书 也透过赖老师本身的现身说法 如果你本身在生命当中 你是有痛苦 或者是你有想 你有得到某些的召唤 透过回家这本书 真的帮自己找到一条回家的道路 而这个道路 其实是你自己走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但是这是我心中的感动 是是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故事 那我觉得当我自己走了身心灵之后 我觉得我们都一样 你跟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样 也就是说 某甲骗了我 我就会愤怒 这个人可能是你的老板 你的好朋友 你的太太 你的小孩 反正我就是会愤怒 那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启动者不一样 但是这本书 其实我在谈的是说 当我们碰到愤怒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所以那个故事 那些外面 在故事里面提到的那些人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换成是 另外的一个人 重点是回到身上来看到说 我们怎么样把一个扭曲的关系 怎么样慢慢地把它弄平顺 而在这个弄平顺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是更喜欢自己 整本回家的这本书 我觉得是在教我自己 或者是记录我自己 如何更喜欢自己 所以回家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 从回到我们原生家庭的家 然后再来就是回到 帮助我们回到心灵的家 那这个到最后你会发现 家你站在哪里 你的家就在哪里 也就是包括我们现在 我跟凯宇坐在面对面 你就是我的家人 此刻我的先生也不在 我的小孩也不在 我的爸妈也不在 此刻全天下最重要的就是 你跟我跟旁边的威豪 对这个就是我的家 就是我们的这个家 其实它是不是 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狭隘 但是原生家庭 你要先走到那里 你才能够体会到说 我们这个 现在我在谈的这个家 如果我还对我的父母亲 有怨对的话 很有可能凯宇随便说一句话 我的整个愤怒就上来 我没有办法看清楚凯宇 因为我有过往的事情 没有处理 所以回到原生家庭 把很多的事情厘清楚 很重要 它会帮助我来到 现阶段的这个家 那来到这个现阶段 这个家之后 最后我们回到永生的家 最后我们要回到 我们来的那个地方 那个源头 那个源头 所以怎么样预备 回到那里 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能够告诉自己说 我这一生我真的喜欢 我觉得佩霞尽力了 而且她也真的跟很多的人 开花 开了花 结了果 有了良缘 善缘 然后我就要到 接下去的那个地方 是哪里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准备好了 下面一个旅程 所以这个回家 看起来是在谈 爸爸妈妈 就是一本书的开始 但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这刚才的几个过程 都是我在这本书 想要跟读者分享的 是 其实有一个部分 让我看得非常感动 反而不是赖老师的文字 是你老公的文字 它有一个标题叫做 愿对父母不可能拥有幸福与财富 我想 其实我们常说 真的要了解赖老师 他所说的跟他生命的体会 然后有些怀疑论者 说真实性 那我想 你老公爸爸的出场 我想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证明 因为 谈到这边 我一直很想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 我其实有时候会蛮 蛮期待 但又蛮害怕访问这类型的书 尤其是又真的 碰到作者本人 却有那种交流 因为到最后我发现 生命当中很多很美的体会是 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 它就是一个感动 就像我刚刚听到赖老师 你所讲的 关于回家 关于我们生命 到头来我们一定得面对的东西 然后 你知道吗 大家是看不到赖老师的脸 可是我看得到赖老师的脸 你那种仰望 你那种 你那种领受到某种 某种感动 其实是让我觉得 对 那就是我们生命一定要去的地方 和一定要去面对的部分 所以就容我最后 在这边 把书 这本书的书 封面的封面底 引用了一段 荣格的话 念给大家听 这段话说 人要圆满 必得赌上生命的全部 除此之外 少一点都不成 没有简便的做法 没有替代方案 也没有妥协之道 回家是我们唯一的路 我们常常会以为 我只要做到了什么 我只要成为总经理 我只要赚到一千万 我只要怎样怎样 我就可以怎么样 其实不是的 你如果没有回家 你什么都不是 谢谢赖老师 带给我们这样的祝福 你的存在 你的书籍 一切的一切 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谢谢凯宇 谢谢所有在旁边收听的朋友 谢谢 是 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希望这样一段 温馨 并且具有启发性的一个对谈 在你的生命当中 帮助你开启了 那个所谓回家的道路 祝福你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